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英國生活英語講正點 我是Amanup 今次跟大家講這個Topic 有很多Members 發電郵給我 問這個話題 是關於英國國民保健 關於醫藥肺的問題 NHS Prescription Charges NHS Prescription Charges 希望今次跟大家一起分享 這些資訊 好嗎 講之前跟大家講這幾個生字 大家一定要知道 需要怎樣去 Pronounce 我們要怎樣去發音 Prescription Charges 拆散來到 熱到很多 Prescription Charges 最重要是 Scrib 不要 skip Prescription Charges Prescription Charges 即是說 那些醫療的藥物費用 OK 那張藥呢 那單就叫做 Prescription Prescription OK 讀清楚這個字 Prescription Charges Prescription Charges Prescription Charges 就是費用 OK 第二個生字呢 就是藥物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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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 藥物 藥房 就是 Chem Must Chem Must M 因為合同口 OK Chem Must 正常觸到就是 Che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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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當然是免費 去醫院也是免費 做手術也是免費 做手術也是免費 但是拿藥的話 如果是去健健醫生 醫生 醫生會寫一張 Prescription 給你 Prescription 裏面有些藥物 那個價錢就是 以下 9磅35 Per item 9 35 Per item 9 這個字呢 都要小心點 不要拉 OK N I N N 是想被的 9 35 Per Item 9磅35 都要小心點 9 35 不要拉35 OK 不要拉35 9 每一種藥 如果需要兩種藥 比如說 血壓藥 再加深藥藥 或者其他 如果要兩隻藥的話 for 2 items 就是18.70 18.70磅 如果18.70磅 兩隻藥的話 一年要給藥費的charges 就是224.40磅 以今年的計算 224.4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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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可以看到 已經叫兩隻藥都挺貴的 200多磅 一年 其實很多新道部的香港人 可能不知道 其實有一個方法 可以便宜很多 或者是免費的 OK? 怎樣做? You can get it much cheaper You can get it much cheaper But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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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 之前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可以 subscribe comment 還有 留言 OK? 回到以前的問題 How can you get it cheaper? 如何可以便宜一點 費用短一點 我把連結 我把連結 連結 就是英國政府的網頁 NHS 你按進去看 所有資訊都有 但有可能 很多英文 或者很多資料 太多 所以就比較難去消化 OK? 但我呢 就幫大家 抽了 重要的部分出來 和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 OK? 如果想便宜一點 譬如說 我們很多 我們退休了 上年多的人 通常都有 三高 或者可能有 糖尿 有 脂肪高 或者高血壓 等等 病症 正常 在英國 OK? 我們通常每一個月 每兩個月 去拿一兩代藥 正常來說 Right? 那如果拿這麼多藥 那不就很大劑 不是 不是 其實呢 在英國呢 就有一個 叫做 Prescription Prepayment Certificate OK? 簡寫就是 PPC 再讀多一次 Prescription Prepayment Certificate OK? 單數 就不用加S 那這個呢 就是預先 預繳的 費用 那這個預繳的費用呢 其實呢 就是 當然可以 啊 預先給啦 那有兩個方法 可以預先給三個月 或者是預先給十二個月的 那我呢 自己個人呢 就預先給十二個月啦 因為 便宜很多啦 那麼呢 預先給這個方法呢 其實一個好處就是 無論你去拿一隻藥 兩隻藥 三隻藥 四隻藥 幾多隻藥都好呢 你都是給同一個價錢的 OK? 如果是十二個月的話呢 你一年呢 就需要給108磅 10P Right? 即是無論你幾多病痛都好呢 一年之內呢 你都是 給多 你都是給108磅 10P OK? 那麼他說 咦?我不是長期病患的 那麼 那間不中有病 或者是抽筋 或者是什麼 這道腫那道發炎的話呢 突然間去看醫生呢 那你那些藥啊 那是怎樣 是不是需要給呀 答案就是 NO 有什麼十二個月之內呢 有什麼頭暈、身、熱 去咳 或者是 總之是看完醫生 拿那些藥的話呢 那些藥都是免費的 其實 那就是一年呢 你給108磅 10P 就無論你拿多少藥都是免費的 OK? 那這個呢 大家 可以分析一下 那這個圖呢 亦都是在NHS那個page 那裡抽出來的 那麼 可以看到一個比較這個table 如果是拿兩種藥的話呢 一年之內 不要用來計 頭暈、身、熱的病 那些病 那如果你給12個月的話 中間那一塊呢 12月PPC的話呢 OK? 你呢 你呢 就是 省了 116磅 如果是三個月的話呢 sorry 如果是你給三 總藥的話呢 一年呢 就需要 228磅 如果你是拿四種藥的話呢 一年的費用呢 就要三百四十磅 那大家其實可以看到啦 小數八場計 是不是? 如果你買了一個 PP C 的費用的話呢 無論是拿兩隻 三隻 四隻 你都是給108磅 一年而已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你的 Savings 有多厲害 OK? 小數八場計 有很多 譬如說 今次過了來的人士呢 通常都是年輕人 去到中年 或者五六十歲都有 照我所知道 OK? 如果你過了六十歲的話呢 就是免費的 大家記住 OK? 當你過了六十歲 全部醫藥是免費的 OK? 有很多尷尬的 例如說 三十至五十九歲 那就 很多這些人士 現在 不妨去利用這個 PPC 去減低自己的負擔 OK? 這些是 英國的好處 OK? 那個 benefit OK? 怎樣買法呢? 其實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上去NHS的網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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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ow我的link 也可以 去 打下去 Google search 也可以 打下去 Prescription Prepayment Certificate 進去之後 你可以上網 登記了自己的資料 跟著 可以 setup Direct Debit 每一個月 他就會收你 8磅 9磅 每一個收的 就告訴你 一年之內 的total 就是收108磅 這個意思 OK? 所有事情都很清楚 在網上做到的 很簡單 很簡單 如果不懂 可以找我 OK? 相當之簡單 相當之 這個 saving 都幾多 可以省到 都幾多 費用 所以大家 不要錯過 這個問題 不要想著 我不吃太多藥 或者是 省一些 如果是逐隻給的話 有很多人 真的還未知道 有這個certificate 所以 今次希望 做這個video 跟大家一起 分享一下 OK? 健康是最重要 不要省這些藥的錢 Right 有什麼 phrases 大家可以 分享一下 可以利用一下 或者是 學習一下 關於 prescription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幾個 OK? 第一個可能會說 當我們拿著 那張prescription的話 走去藥房 會有可能 怎樣問 我想拿 我想拿 藥 可以利用這個英文 I would like to order my repeat prescription please I would like to order my repeat repeat prescription please 重複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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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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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第二個呢? 我跟著 給了一個單句 可以問 什麼時候 可以 Is my prescription ready yet prescription prescription yet prescription 最重要是捲你 R音 OK? prescription 可以嗎? 我的藥 OK? yet 跟著 想問 什麼時候可以啊? 英文就是 When When will it be ready When will it be ready ready 什麼時候可以啊? ready 什麼時候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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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就是 通常去拿藥 跟著 他會問你收錢的 或者是怎樣付錢啊? 你如果有買了一個 certificate的話呢? 你可以跟他說這一句啦 I have prepaid already I have prepaid already 他會幫你 take 那張 form OK? 你什麼都不用做的 OK? 最緊要啊 人家幫你做事呢 應該要說這一句啦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有一點點咬你 OK? thank 沒有thank you thank you 漏封 very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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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y much 全句就是 thank you very much OK? 禮多人 不怪 Alright? 大家最緊要記住啊 這些句子的話 差不多每次都用到的了 你去拿藥 我可以 practice 因為 practice mix perfect 因為 熟能生效 讀多幾次 沒有所謂啊 因為常常都用到的 repeat repeat and repeat 最緊要記住 最緊要記住啊 pronunciation 是 the key 如果你讀錯字的話呢 很多時候都會有少少的機會 去 被人 misunderstand OK? 被人誤會 最緊要 practice make perfect 大家可以 盡量去 enjoy 英國 enjoy england 好了 咦! 有一個問題啊 還有 差不多 尾聲了 咦! 有些什麼人 可以 醫藥不用付錢的話 藥費不用付錢的話 Alright? 其實有一個 答案呢 這個答案呢 在NHS的網站也有的 不過我們現在就抽出來 和大家再分享一下 那什麼人可以不用付藥費的 這裡寫著 不用付藥費的話 你可能是六十歲或以上 或者是十六歲以下 或者是十六歲以下 或者是十六至十八歲 你正在讀 full time education 也正在讀書 這個意思 OK 如果你是pregnant 你是懷孕 還有一些 這個最重要的 Specified medical condition OK 有些特別的病徵 例如說 糖尿 長期病痛 長期病患 那些人士 就是 藥費全面的 什麼藥費都全面 OK 例如說 你有糖尿 你有高血壓 還有很多很多病狀 的話 都是全面的 OK 一次Declare之後 以後都不需要付錢 不需要提費用這個問題 OK 還有傷殘人士 也不需要付藥費 OK 住醫院那時候 例如做完手術 做手術期間 在醫院吃藥 都是全部免費的 OK 大家可以留意到 如果想知道 多一點的資料 的話 大家可以跟回 NHS的Web site 或者 可以跟 我自己的 Facebook 那個page 我自己本人 就 開了一個page 專門為 新到部的香港人 提供消息 知識 或者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 我的web page 不是web page sorry 我的Facebook page 就是一個 大家可以 click 去看看 那 所有都是關於 英國或者 Manchester 附近的 飲食 資訊 生活資訊 Write 這幅圖畫 就是我的web page sorry Facebook 那個圖畫 大家可以 可以 聊一下 看看我幫不幫助 OK 知識 是 無價的 OK 咦 有些人問我 咦 Aman 你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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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大隻港 那些人 很簡單 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自己 我呢 就是 在英國 長大 大學畢業 在英國 在英國 工作 也都是 巴基斯坦 在香港 工作 我曾經是一個 Pub 酒吧 的 owner 我在倫敦 有酒吧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我也是 一個 投資者 我也是 一個 英國 教書 教書 大約有三十年的經驗 大約有三十年的經驗 全世界 全世界都是 認可的 最簡單的就是 我現在已經退休了 希望 我所得到 或者知道的 知識 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便在我 Facebook 那裏問我 或者 和大家一起分享 或者 發 email 給我 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便問 我盡量去解答 OK 最重要大家 Enjoy England OK So If you like the video like subscribe and comment and don't forget to ring the bell OK 我以前錄了很多的影片 都是關於英國生活的 資訊 和英國常用的英文 最重要是發音 那裏 希望大家一起去研究 分享 OK So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session We will speak to you soon Bye now